新京的立法委员 怎么样来质询 就是很平和 大家理性地来问证 那媒体工作者也要开个班 怎么样来报道 媒体工作者 我们讲最重要的 要禁止摄影记者到会场 我是这个跟新闻自由 好好关心 西方的民主的国家 几乎看不到 有摄影记者 跑到工卫电堂里头去 没有的 这个法案的辩论 就是透过一个所谓 低落的电视转播出去的 没有一个现场的 这么多的镜头 对着某一个委员 他当然还有压力 他也做秀 所以不但是言语上做秀 态度上做秀 而且拿很多道具 对 那这个把国会电堂 变成什么呢 反正变成个秀场 这个文化 要想办法要改 那方教授你们觉得 就是说表达很重要 您是教这个谈播的 口语谈播 其实讲到表达 我们又会想到 另外一件事 就是宏兰教授 他不是提到台大学生吗 上课打课睡吗 吃泡面 等等 但是很多学生反应 他说 这不只是台大 是全部大学生 全台湾的大学生 上课经常会有这种现象 打课睡了 讲话了 等等 那教授都受不了 所以表达很重要 很多学生反应 他说 老实在 一个教授如果课上的很精彩 很生动 那我们怎么会睡觉 所以大学生全部选出来 现在大概是这五六年来 有五种大学教授 他们最喜欢上他们课 第一风趣幽默 也认真教学 蛮腹经论 亲和立强 这都牵涉到表达的技巧 那我不能讲 可是你现在讲这些 怎么可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会做事不见的会讲话 所以练出来了 要练 所以说 所以修一个博士 不是不是 修到一个博士 不见得你会教书 就是一个官员很做事 他不见得会打学 像那个曾志郎 那个部长以前 他说他去地方学了很多 他说震撼教育 像王建民会投球 不见得会打 对 就是这样 所以要这个表达 因为基本上我们口语表达 从小到现在 我们在缺乏这方面讲 那我问一下委员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时间差不多 就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您看过哪些官员 至少现在这些官员 你觉得比较肯定他的 答询比较有诚意的 比如说内政部长江一画 是不是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江部长 坦白讲我们是肯定他的 他虽然是出身是校园 但是他自己本身的应答 跟这个态度 你说不卑不亢 面对委员有时候比较高 要比较脱续的一个想法 他也不会马上就动怒 但是吴敦院长他就非常政治老练 所以说是老油条 但是重点是老练 好我们接下广告 稍后再回来 早早早 我失业了怎么办 你是放假不是失业 整天在家别人会不会笑我 你可以做些你想做的事 充实自己 我没失业都懂了 那你说话看 我来帮你想办法吧 我很难过 我不想讲 你可以像亲友开口 求助就有希望 像亲友开口 求助就有希望 那你特别失业 欢迎再回到情报现场 刚刚我们谈到有关于立法院 究竟是不是一个秀场 其实当然大家都相信 任何一个场合都是一个秀场 都要来表演 不能说在家里面 随便讲话都可以 那讲到这里 我就问一下方教授 就是说 你觉得一个好的一种 presentation 态度跟刚刚提到 就是说达非所问 这种让立委气死了 你觉得应该怎么样 to the point 那个第一啊 除了准备以外 除了练习表达 公众表达 另外还现在很缺乏的 我们称之为情绪管理 情绪管理 情绪管理 包括立法委员 会动怒啊 给我扯半天 打太局拳啊 或怎样 甚至耍嘴皮子 那另外就是被 被咨询的官员 他也要情绪管理 我记得谢长廷 当那个行政院长 当十一个月 他第一件事情 把部位说 那我们有两个地方 要学特别要学情绪管理 就面对这些委员 咨询我们 一定要按住脾气 情绪管理 你不能发飙啊 因为发飙出来那些话 也都是负面的话 另外去面对记者 所以面对记者 和面对委员都一样 所以为什么很多官员 spokesman 都有学习上这种课 How to face to media 就是怎么面对记者来发言 那现在官员也要面 要学面对那个委员来咨询 是啊 这要练习 这尤其是情绪管理 好 那问一下这个黄委员 就是说刚刚提到情绪管理 我觉得很重要 你们在民进党的党团里面 有没有也是 约束你们的成员 那么对官员咨询的时候 有一定的礼貌或态度 对不起 自从我担任立法委员来 还没有上过这一课 上过这一课 所以大家各自为政 了解是因为委员彼此尊重 也不好意思对这个 叫人家 其他人说 你应该怎么样 大家都是选票选出来的 凭什么你来叫我 这问题是自律不可能的情况 就变成他律 这所谓的他律 包括这个媒体 包括民众 包括选票 譬如说有的委员 或是怎样他 他在这个寻达的时候 实询的时候有点脱续 甚至讲到一个 讲到一个非常不堪 说什么过去也曾经拿这个纸 拿那个布也用针扎 那这一类 那当然反应不是很好 那当然过去也曾经 可是讲到官员 我记得谢前院长也曾经有一次 就是立委讲到说 你这个事情有没有真的 他说是真的 那你要不要发誓 要不然你全家 啊 然後他馬上就講說全家就是你家 對 這個東西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是狂嘴披著還是說被激怒 其實我坦白講 這樣子不是一個特別 就以他的一個高度來講 不需要這樣 當然如果罵他這個什麼 全家怎麼樣怎麼樣 如果他沒有回那個主 的話 那民眾只有公眾說 這個要罵資訊缺罰口德不好 所以我覺得到底是怎麼樣 如果能忍 如果能夠表示一下風範 我覺得其實盡量做 這點要特別請教一下我們的部長先生 其實我覺得部長先生一項 不管在外交部當發言人也好 在總統府當發言人也好 一項都是非常非常的風度翩翩 而且態度跟禮貌都很夠 要不要講一下情緒管理是多麼重要 對於不管是官員立委 或者是各方外交官 當然是 你這個作為一個外交官的話 特別是需要情緒管理 因為你很多碰到不容易的事情很多 你去跟外面去交涉 談判的時候 不容易的事情很多 那你很容易動怒 談判不能繼續下去 對不對 當然談判有方法有策略 你有一套這個步驟了 但是就是說 這個情緒管理本身就是很重要 不管是任何方面 特別是對外交官來講是非常重要 那麼當然對一個發言人來講 它更重要 它不能是因為人家某一個問題 你就激怒了 一次你就發點脾氣了 你拍個桌子就走掉了 那這個事嘛 那就零分了嘛 對啊 那就零分了 你必須要說理 你要說清楚嘛 因為你是發言是什麼 發言你說明你的這個 這個機關的政策 你這個政策 你要不要說清楚 說清楚 大家就了解了 對你機關比較有一點信任嘛 所以這個 這個發言人本身就是做個橋樑 那部長你以前在立法院的時候 有沒有感覺到 有一些立法人就故意要激怒你們 當然也有 也有 但是我應對的態度就是 第一就是論事 第二我不用這個所謂粗皮的語言 我不是一種對抗的心態 那麼我總是這個蠻誠懇的 就把這個事情去說明了 那麼說明以後 你諒解也好 了解也好 那是你的事了 因為我 盡我所知 我就告訴你了 當然有些真正牽涉到國家機密的 還沒到宣布這個階段的時候 那我搜口肉片 我絕對不會透露 那你再怎麼樣再問我 你再驚訝我也不會講 所以問一下那個方老師 就是說通常我們說 老百姓名義之有公斷 像剛剛您特別提到 就是說這種情緒管理有問題的人 其實老百姓也知道 什麼樣的立委 或者是什麼樣的行政官員 你是不是有什麼 所以基本上我認為這個媒體 要負很大的責任 是 他當然 所謂反常的 對 比較那個 乎不禁人死不休的 他就搶了博德的版面 其實媒體應該檢討一下 他本身 他也做了很多 比如說這種報導 立法委員問政 五花八百欠缺專業 你明明做了這種欠缺專業 那你為什麼都不肯定很多專業 理性問政的委員 對 另外就相反的 五花八門可以 你報導出來 我認為多年了 產生一個相當不好的負面示範 明南語叫 不但小學生 中學生 甚至大學生在十幾年前 他們開系上什麼會 我系主任可以去 可以不去 結果去 為了了解他們就去 結果他們說 學會的錢 系主任要給我們一個交代 我說你也不是立法人 好 好